我自己寧願回報低些、穩定些 其實有少許是倒大小 如果你買中它不爆 變成你的回報可以有雙倍 現在很關鍵 樓價就要止跌回升 當別人恐懼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勇氣去貪婪 歡迎回來收睇第二節的股壇事件 第二節的陣容轉一轉 有浩德、有阿斯珊 也有了,Edward 為什麼要找到Edward來呢? 因為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媒體都知道 接下來C基金會出一個動態收益 即是債券的基金 所以今集就找回基金經理Edward 上來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不如我開場白問問阿斯珊 為何會在這段時間 決定會開一個債券的基金? 這段時間其實是 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 其實又不是這段時間才去籌備 你知道籌備都需要時間 又要去證監申請 因為C基金是一個零售的股票基金 投資股票只是資產配置的其中一種模式 我們有不同的客戶 他有不同的需要 甚至一個客戶本身 他都可能有投資股票的需要 投資債券的需要 投資房地產的需要 投資債券是很多人的投資組合入面的 一個必然組成部分 你見之前 歐洲有些是負利率的 債券有些是 價錢升到 拿到尾都收不回你投日的錢 為何還會有人投資呢? 他始終是會提供一些相對風險少些 收入比較穩陣的投資途徑 當然你那次可能就不是投那些很穩陣的低息債券 但是都是有一定的市場的需要 所以我想我們的客戶有多些選擇 有股票的選擇、有債券的選擇 所以就研究做一種債券基金 讓一些散戶都可以參加一下 因為買債券需要的銀碼比較大些 普通的散戶未必買得起 所以就有一個零售性質的基金 讓他們可以分散他們的投資 我記得上一集其實David也問過師生 你自己的資產配置 債券也不少 所以師生自己也有不少的股票也不少債券 不過師生提了兩點之下 Edwin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例如一般的投資者自己去買債券 以及一個債券基金的分別又會怎樣呢 以及你自己來近這個債券基金 其實就是主公是一些很進取的高息債 還是一些很保守的債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一般的投資者如果他們要去買一個債券的話 首先他們需要符合一個所謂PI的資格 即是專業投資者 另外就是因為債券的面額 通常都是說是20萬美金一張 變成你每買一張債券 一百多萬港幣 對 變成你每買一張債券 你要銀一百多萬出來 而且只是買一張債券 你和買基金的分別就是 我基金同時投資 有10隻、20隻或者30隻的債券 變成其實可以幫助投資者去分散風險 另外就是這次我們這個債券基金 投資者的入場費 最低只需要一百港幣 變成普羅大眾都可以有權去參與投資 另外就是我們接下來 這個債券基金的投資策略 剛才施生的提到就是 有可能我們稍微較為進取一點 其實接下來我們會主攻是 一個防守營的投資策略 就是以一個保本為主 當然會爭取就是 提升可不可以賺到一個 百分之五至七的回報 目標回報每年就是百分之五至七 是的 而且我們會很強調就是 除了安全之外 就是那個流動性很重要 最終就是希望可以 除了可以幫投資者可以補本之外 還可以賺取一個比較合理的回報 但一般投資者 現在一聽到高息債 當然要去內房 即使一個債券基金可以分散風險 其實現在憑內房債 是否還值得賣 其實內房債 已經有一個很分化的局面 所謂分化的意思就是 裡面已經分開了 我大致說它分為三類的內房 第一類就是一些比較穩陣安全 主要是一些國企 以及一些民營的房企 其實它們的回報 現在都是大概有 由最低的三、四厘 去到高升高低速都有 這些債券其實我們會認為 就是安全係數是非常之高 以及出現這個違約的風險是非常之低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就是主要是一些民營的房企 而是它們還未出現一個違約的情況 現在市場就賭它們 究竟會不會最終會所謂躺平 這些債券的價格 現在在說大概是由 我們叫做五號 即是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有 即本身它就面牙一百元 因為現在的市差 就跌到去五十至七十元 是的 它的機會爆就不高 這個其實有少許是賭大小 如果你買中它不爆 變成你的回報是有雙倍的 但如果一爆的 就可能由五十跌到二十、三十 這個就是高風險、高回報 第三類就是已經 偏弱的 或者是禽林會違約的一些房企 那它們的債券價格 就說我們叫做 兩號子、三號子 即百分之二十、三十 那些就要看回 就是接下來究竟會不會有 一些會有人去救它們 或者它們接下來的風險 那個處置是一些什麼路徑 正常日子 這麼穩陣的債券 的息源不高 不過現在整體內房債 都是比較低迷 但是我相信 沒有人買債券的時候 會買一些違約 都是初初想著它不會違約 最後它違約 那你是怎樣判斷它 相信它不會違約呢 其實內房主要看回 就是它的樓盤 所謂的資產質量 看回它的樓盤的位置 它那個銷售情況 是理不理想 現金樓的水平 再加上它本身的資產負債率 還有一樣很重要 就是公司管理層 在這幾年 它那個 怎樣去發展 一個公司的取態態度 如果它這幾年 都是比較 很激烈的 變成我們就擔心 接下來它會不會 除了它那些項目 會不會賣不出之外 會不會它外面 是借入一些所謂 我們叫做 表外債 如果有的話 就很難記得清楚 這間公司是出面的 就是它有表外債 你不知道 所以現在似乎去到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大部分內房公司 都是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周轉 周轉得到的 就過這些關 因為本來三條紅線 就說其中一條 就是它的現金水平 要夠橫短債 一比一 但是你在盤帳 看到它有現金 不是等於它的現金 可以拿來還債 有些現金其實是 銀行一早就說 你要放下 不可以 因為銀行已經借了 一定的錢給你 所以 你看到它的賬上 有現金 未必等於它會還債 是的 這些就是因為受到 預售監管資金 管理政策的影響 其實 接下來我們都關注 就是在預售監管資金 管理的彈性 對於內房的受限現金的影響 會作為我們關注內房債 其中一個重點 我自己 整個內房市場 會否見底 未見底債券就很難搞 你說一些國企的房地產股開發商 我認為那些是相對安全的 還有它們之前也沒有這麼準確 問題那些回報可能都是4厘左右 最大隻那些可能是3、4厘 但有一些沒有那麼大隻的國企 其實都有 即是那些就穩穩陣陣 問題投資者可能延續回報少 其實6、7厘都不差 我自己 我寧願回報低些 穩陣些 好過 幾次高息之後 一炮過就輸達 現在狀況比較好 就是中國政府已經知道問題現狀 所以現在的政策都是穩定為主 為了不要爆那麼多鑊 那它就降準 減息 這些貨幣政策 其實就很難攔住 那些錢不去房地產 一定是大水猛灌 房地產現在它都沒有再要銀行 要倒死它 不讓它拿到錢 所以 接下來的情況應該是 逐步好轉 資金上是會陸續鬆一點 問題是房地產市場一旦回落 就可能產生連鎖的反應 現在不止是要銀行有沒有錢放出來 現在很關鍵 樓價就要止跌回升 這樣發展商才有能力賣樓 如果樓價跌的 你越來越難賣 所以現在有些城市 行價的措施已經鬆了手 問題是你之前搞那麼多 現在又鬆回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再黎收緊 另外 大家說回我們關於債券的投資 另一個大家一聽到要投資債券 又會問 現在我們不是高通脹嗎 不是有加息的壓力嗎 為什麼投債券會不會 其實好像賺自己的品牙 你自己都欠不少債券 我不是說你要有一個平衡 等於保險公司 在他的資產裏面 我相信他不會沒有債券 他有些進取一些就要回答一些沒有那麼進取 當然這些就不是小投資者的需要 大的institution 都會有一些風險相對低的資產 在他的組合裏面 我自己的債券不算比例高 尤其是在利息提升 我認為利息就升硬了 不過升得未必可以壓到通脹 接下來 如果你是買那些很穩陣的 那些國庫債券那些 利息一階會多多少少少受影響 最後一題問題都再問一問 剛才Edward說過 其實你不一定限寫在 中國大陸的債券投資 有外面 其實是否因為現在大家都擔心 外資是否對中國大陸有些保留 大家經常說 現在覺得是uninvestable 這件事其實你怎樣看 會不會是一個中期或長期 都會是你的部署上高 一個需要考慮的事情 其實長期我不敢說 但是中短期一定是 我們需要一個考慮的因素 的而且確就是 其實出面很多投資者 尤其是美國的投資者 都聽到你要投資中國 他們都灑手零投 令到整個資本市場 對中國的資產的需求減弱 從而都會影響到資產的價格 這件事我們是不用忽視的 施先生你覺得是否真是一個長期的撤資 的成分 最近有些消息說 有些外資在中國的債券市場撤走 但是之前中國債券入了指數的 那些成分 一旦入了這些成分 可能有一些投資者 是他一籃子買的 他要跟著那個Benchmark去做 所以會多了人買的 那現在這一刻 中美的關係是惡化的 那可能就有一些投資者 因為知道 譬如他美國投資者 知道自己的國家 想抵制中國 要打壓中國 他可能配合不投不出奇 但是始終資本市場 都是看回報 穩不穩陣 施先生說資本無祖國 是的 總有一些資金會投 就是關鍵中國自己 是不是在路線上 真是刻如其糞 能夠令到國家繼續富強 你的管治 是一直都做得比以前好的 那你就一定會知道今天來 如果你做得不好 別人當然要走 這段時間 之前都做了很多大重作 但做完又沒有持續 又沒有建立一定的制度 那些企業就覺得受折騰 這種情況減少的話 投資者就會入來 那下半年會否好些 最後問Edwin 我們希望 但是的確就是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我朋友 他本身是一些 投資金很做的 那些投資金是專門去炒底的 專門買一些高風險的資產 包括這一輪的很多內房債 他們都說 現在在美國 如果你現在去 賺錢 去投資這些內房債 是非常之難 那我們希望就是 這個現象會慢慢改善 始終投資環境 如果是更加是 沒有那麼 即大家不要經常在這裏 我想對大家 對投資喜好會有所改善 通常沒有甚麼人肯投資的時候 他才會便宜 個個都想拌頭過去 那就搶到貴了 問題就是 當別人恐懼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勇氣去貪婪 如果自己沒有勇氣 就可以考慮一下Edward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如果想繼續聽多些 阿斯珊說一下 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情況 記住每個星期 留意我們的股壇事件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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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